耶穌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花時間在一起 各位親愛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還記得上個禮拜牧師說到 一五一十是什麼嗎 對沒錯 就是每一天為五件事情 然後我們一起同心在早上 或是晚上十點來禱告 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很需要很多的帶道的勇士 所以你更是哦 所以牧師想請請大家 也要請每個小朋友 每一天我們都可以跟爸爸媽媽 一起來禱告 在禮拜的開始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上帝 我們可慕你 因為在這個疫情變動的生活當中 讓我們更曉得 我們要謙卑的來到上帝你面前 上帝我們要仰望你 我們的心更要謙卑的 來聆聽你的話 水書求你幫助我 讓我們可以專心的聆聽 專心的敬拜 唱詩讚美你 我們將禱告 奉主的名祈求 阿們 祈求你 祈求你 你受伤 上帝孤磊女的死亡 满丁堅斌生意亡 上帝啊 我哀叹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不受仇敌的惊恐 大家平安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甜甜老师 今天要来带大家唱三首曲子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等候弥赛亚 弥赛亚是谁呢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看起来已经有小朋友可能猜到了 那我再来讲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猜到的话没关系 你知道弥赛亚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唱这首歌叫做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我相信 我相信 你的名字叫做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叫做你的名字 为了我 你的名字叫做我的朋友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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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一同彼此聆听 蹲下来 起立 左边 右边 通通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一定帮助我 好朋友一头笑哈哈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耶稣是好朋友 我相信你的意思 为了我你生命 做我的朋友 耶稣是 耶稣是好朋友 我相信你的意思 为了我你生命 做我的朋友 再来 走群 拍手 要听外边 耶 感谢主 耶稣他是弥赛亚 他也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人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呢 主耶稣希望呢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在这个世界上呢 都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当做这个世界的好像灯光一样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唱第二首歌 叫做 主 深月领漫漫摧情报的臣 这首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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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gi 這首歌是五安 出出六條單 伴著唱一歌 出六十八 你們很棒喔 一起拍手 然後我們等一下換我們拍大腿好不好 第二節 預備走 剛才叫男人 帶民國好意 我們的歌哪沒你 會好意放意 他阿嬤發世跟安親唱歌嗎 咱就唱一歌 安親唱歌 再一次 出北京男人 為民國好意 咱的歌哪沒你 會好意放意 他阿嬤發世跟安親唱歌嗎 咱就唱一歌 安親唱歌 喔 我看你們都很厲害耶 然後我來想想看 我們等一下左邊搖右邊搖 第三節 出北京男人 為民國好意放意 再來一次 出北京男人 為民國好意放意 再來一次 出北京男人 為民國好意放意 出北京男人 為民國好意放意 出北京男人 為民國好意放意 說的小朋友喔 我們一起來搖動你的身體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 出北京男人 祈念是出世的夢 花海沈心在你何時 一段氣氛親手夢 再唱 一首調我來伴地夢 雅和氛滴地夢 再唱 一首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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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我們來奉獻 請讓我們來奉獻 來奉獻 一首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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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你 把我們的金錢獻上給你 為主你來使用 主耶穌謝謝你 願上帝的國裡頭 我們一起的參與 上帝讓你的愛更大的傳播在每個世界的角落 主耶穌我們的禱告不夠完全 所以我們要同心用主耶穌教導我們的主導人 一起來禱告 我們在天裡的爬 我們你的名聲 你的古靈教 你的志願在這裡 在地裡 親手在天裡 我們的利息 驚你給我 審命我們的國父 親手我們要有審命國外人 佛提傳我們在日子 就要求我們討臨那個派 因為國 官人應更攏實力所有 大大無情 阿們 今天我們邀請宣牧師來分享信息 信息的題目是等候米賽亞 親愛的小朋友 這時候讓我們一起來讀今天的金句 記載在真言第八章三十四節 我要讀一次華語跟一次台語 真言第八章三十四節 聽從我話的人多麼有福啊 他天天守在我門口 在我家門邊等候 這時候我們要一起來讀 這時候我們要一起來讀 他是敬畏上帝的藝人 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 聖靈與他同在 他得到聖靈的啟示 知道自己在離世以前 會看見主所應許的基督 由於聖靈的感動 他來到聖殿 這時候 然後 耶穌的父母 剛抱著孩子耶穌進來 要履行 法律所規定的事 西面把孩子抱在懷裡 送在上帝說 主啊 你已實現了你的應許 如今可讓你的仆人平安離去 我已親眼看見你的拯救 就是你為萬民所預備的 他要成為 啟示外邦人的亮光 成為你指明以色列的榮耀 孩子的父母對西面所說 關於孩子的事 覺得驚訝 西面給他們祝福 並且向孩子的母親 瑪利亞說 這孩子被上帝拣選 是要使以色列許多人滅亡 許多人得救 他要成為許多人毀謗的對象 並因此揭露了這些人心底的意念 憂傷要向利劍刺透你的心 有一個女先知名叫安娜 是亞瑟支派法內利的女兒 她已經很老了 曾結過婚 跟丈夫一起生活了七年 以後寡居 現在已經八十四歲 她沒有離開過聖殿 日夜敬拜上帝 禁食禱告 正在這時候 她也來了 送贊上帝 並向所有期待上帝 來救贖以色列的人 宣講這孩子的事 親愛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教會的宣慕師 好久沒有跟小朋友 在主日學見面了 在疫情的期間 大家有沒有好好的待在家裡 每天都正常做席呢 特別這一段時間 大家有沒有確實遵守 勤洗手 外出要戴口罩 希望透過大家都能夠 確實遵守規定 讓台灣本土疫情 能夠控制住 讓我們能夠 恢復以往正常的生活 這時候在聽信息之前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這時候 謙卑我們自己 來到你的面前 主你知道這時候 台灣的疫情 仍然在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 要留在家裡面 不去人多的地方 主你幫助我們台灣 能夠快快的 把疫情控制住 讓我們能夠 快快的回到教會 快快的回到學校 能夠正常的生活做習 主在這時候 我們要聆聽你的話語 我們恳求你 賜給我們 有一顆安靜的心 還有打開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能夠聽明白 神你要告訴我們的一切 主我們把以下的時間 交脫仰望在神你的手中 祷告奉靠 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 親愛的小朋友 你曾不曾有過 期盼和等待的 心裡面的願望 達成的那個經驗呢 譬如 你的阿公阿嬤答應你 在你生日的時刻 要送你一台腳踏車 生日 當天氣生會快到的時刻 各位 你有沒有一直在你們家 一直等著阿公阿嬤來啊 請問 你用什麼樣的心情 等候著阿公阿嬤來呢 是不是 從阿公阿嬤答應要送你腳踏車開始 你就每天開始算日子 阿我的生日還有幾天還有幾天 用忍耐又抱著信心相信 阿公阿嬤一定會守這個約定 當生日當天的時候 你的心有沒有一直等待著 阿公阿嬤到了沒到了沒到了沒 還有當你得到心中做期待的生日禮物腳踏車的時候 小孩你的心裡高不高興 我相信當然是高興的 而且呢 牧師也相信 你的腳踏車你會把它藏起來嗎 我想不會 你不會只是藏起來自己欣賞 牧師相信每一個小朋友 都一定跟薛牧師一樣 希望趕快騎著那個腳踏車到外面去 讓所有的朋友都能夠知道 我有一台腳踏車 而且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腳踏車 然後呢 我不僅自己要騎 我要邀請我的好朋友 跟我一起來分享這期待已久的禮物 小朋友 你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呢 今天 牧師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在我們今天的聖經所讀到的 有兩位 一個老奶奶跟一個老爺爺 他們也是一直在等待上帝 曾經答應過他們的事情 當他們得到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得到期待已久的禮物一樣 立刻就是要跟周圍的人去分享這個禮物 這時候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這一個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老爺爺 他的名字叫做西面 他是一位愛上帝 他又遵守上帝命令的人 他一直都住在耶路撒勒 在他的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願望 就是期盼能夠見到以色列國的救贖主 彌賽亞 所以他就很忠心的等候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他從年輕等到年老 從黑頭髮等到白頭髮 原來自從以色列國家滅亡以後 他們就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生活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雖然生活在困苦受壓迫的時代當中 但是他們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個期待 就是等候上帝派來的彌賽亞 來救贖他們 這個西面老爺爺 他就一直相信 一直相信 上帝一定會拆派救世主彌賽亞這個應許 一定會讓他親眼能夠看見 救主彌賽亞的降臨 而另外一位老奶奶 他叫做安娜 他一生也是充滿著許多美好的見證與盼望 雖然結婚七年之後 他的先生就過世了 而他現在已經是八十四歲的老奶奶了 在人看來 他的一生好可憐 先生過世 沒有兒女 但是安娜他卻是忠心的在上帝面前 等候著彌賽亞 他跟西面老爺爺一樣 也是從年輕等到年老 從黑法等到白法 安娜老奶奶一直以上帝的家為居所 常常禁食祷告 是昼夜的侍奉上帝 他存著盼望 繼續的等候救主彌賽亞 他和西面老爺爺 都是以忠心的態度 有信心的等候彌賽亞的精神 這實在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就在這漫長等候的歲月裡 有一天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各位小朋友 原來是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降生了 在小嬰孩耶穌出生八天之後 耶穌的爸爸媽媽 約瑟和瑪利亞 用感謝的心抱著小耶穌 來到聖殿 舉行奉獻的儀式 約瑟高興地對瑪利亞說 瑪利亞我們到了聖殿了 瑪利亞也很開心地回應說 是啊 我們要將我們心愛的小耶穌 陷在上帝的面前 看著可愛的耶穌 我的心裡真的好滿足好高興喔 感謝上帝的恩典 我們是何等有福的人 原本我們都是罪人 需要上帝的恩典與拯救 耶穌降生來到世上 就是要將他的百姓 從罪惡裡拯救出來 瑪利亞繼續說 今天我們抱著小嬰兒 來到聖殿中 接受歌禮 也是預備將來 他要承擔世人的罪 因為世界上所有人的罪 都要歸在這個小耶穌的身上 瑪利亞看著小耶穌說 我的寶貝 小耶穌 爸爸媽媽愛你 我要好好保護你 照顧你 讓你好好的長大 就在這時候 西面老爺爺走過來了 他對瑪利亞說 這位婦人 我可以抱抱小嬰孩嗎 瑪利亞說 好喔 西面老爺爺睜大眼睛看著嬰孩 心裡非常非常的高興 老爺爺 老爺爺心裡非常清楚 他 終於見到他 日日夜夜期半 等候的那一位 就是上帝 差派來世間 要來拯救世人的救主 彌賽亞 西面老爺爺抱起小耶穌 就讚美上帝說 主啊 你已經實現了你的義許 如今可以讓你的仆人 平安的離去 我已經親眼看見你的拯救 就是你為萬民所預備的 他要成為啟示外邦的亮光 成為你指明以色列的榮耀 孩子的父母 對西面所說的話 關於孩子的事情覺得好驚訝 西面老爺爺 就給他們祝福 並且向孩子的媽媽 瑪利亞說 這個小孩 被上帝拣選 是要使以色列人中 許多人滅亡 許多人得救 他要成為許多人毀謗的對象 並因此揭露了這些人心底的意念 憂傷 要向利劍刺透你的心 老爺爺會這樣說 是因為他知道 耶穌降世成為人 為的就是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相信他 有些人會嘲笑耶穌 有些人會嘲笑耶穌 攻擊耶穌 討厭耶穌 最後可能還會 棄決他 背叛他 這句話也預言了 耶穌最後要為世人的罪 被釘在十字架上 要肩負所有人的罪 要經歷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這當然會讓做媽媽的瑪莉亞 心裡感受到被刀刺在心頭那樣痛一樣 就在這時候 另外一位老人家出現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誰 就是安娜老奶奶 安娜老奶奶說 這就是救主基督彌賽亞 我終於等到了 感謝上帝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救主彌賽亞 終於降臨了 安娜和西面這兩位老人家 終於看到他們期盼已久的小嬰孩耶穌 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喜樂與感謝 因為他們天天與上帝同行 天天被聖靈充滿 所以當他一看到小嬰孩耶穌 就立刻可以認出 耶穌就是救主彌賽亞 這兩位老人家 心滿意足 歡歡喜喜地迎接小嬰孩耶穌的降身 並且 將這個好消息 快快地告訴在他周遭人的身邊 親愛的小朋友 祈求上帝也幫助我們 要學習西面老爺爺和安娜老奶奶 當他們得到上帝 應許要給以色列人的禮物的時候 他們不是自己把他藏起來 他們是非常樂意的與人來分享 主耶穌就是彌賽亞 就是我們的拯救 所以小朋友 我們都是有得到西面老爺爺 安娜老奶奶期待已久最寶貴的禮物 就是我們認識 主耶穌基督 所以就讓我們把這份最寶貴的禮物 不是自己藏起來 而是願意分享給我們的好朋友 讓大家特別在COVID-19 武漢肺炎疫情正在傳 還在傳播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會讓我們的心裡會有害怕擔憂 在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向主耶穌來祷告 主耶穌就會賜下平安喜樂在我們的心裡面 所以願我們把這最寶貴的禮物 向我們的好朋友來分享 使他們也能夠享受 從耶穌基督來的平安和喜樂 這時候就讓我們一起來祷告 慈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謝謝你 因為你已將我們一生當中最寶貴的禮物 就是主耶穌基督賞賜給我們 主啊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把這一份最棒的禮物 也能夠跟我們的朋友來分享 讓他們在擔心害怕的時候 能夠透過跟主耶穌祷告 能夠得到真正的平安 主啊特別還在疫情的當中 保守每一個小朋友 爸爸媽媽我們的家人 都能夠平安健康 我們在神的面前 獻上感謝祷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 這時候 我們要跟我們的家人 一起來做問題的討論跟分享喔 第一題 西面和安娜 他們一直在期盼等候誰的降臨 為什麼 第二題 你認為西面和安娜 他們用什麼態度 在期盼等待彌賽亞 第三題 小朋友 你心中有什麼盼望 你會如何去達成呢 最後我們再一次 來讀一次今天的經句 真言第八章三十四節 聽從我話的人 多麼有福啊 他天天守在我門口 在我家門邊等候 今天第八章三十四節 聽見我 日日在我的門口貼擋 在我的門口貼擋 那些人有福氣 接下來牧師有幾件事情的報告 第一件事情 我們的 美日靈良 有進行了嗎 每一天都有進行嗎 我是鼓勵大家 記得把美日靈良拿出來讀喔 然後寫下你的 靈修的日誌傳給老師 第二件事情 愛的行動 缺一不可 所以請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 行動的人呢 請記得拿一張卡片或邊挑紙 甚至是一張白紙來畫畫 寫下對醫護人員 或是在第一線的人員 鼓勵或是為他們祷告祝福的話語 然後記得翻拍給老師 我們將一起收集大家的祷告跟祝福 送給我們的醫護人員醫療人員 第三個 記得今天的禮拜結束後 把這三個問題的討論 跟爸爸媽媽一起來討論 然後把答案寫下來 透過聖經的內容再去思考 聖經在話語裡面的幫助 問題一 西面安娜他們一直在期待 等候誰的降臨呢 為什麼 第二件第二個問題 你認為西面安娜他們用什麼態度 在期望等待密賽亞 第三個題目 你心中有什麼盼望呢 你會如何去達成 禮拜的結束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上帝 我們可慕你 我們期望你在我的生活當中 在我的心裡 時時刻刻帶領著我 上帝我不離開你 我也盼望你 你的力量 你的話語 一直在我心裡頭 成為我的提醒跟幫助 謝謝你 讓我學習 渴慕你的那份單純 絕出永遠不離開你 緊緊的跟隨你 我們將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阿們 親愛秀比喻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平安 三位 拍照 滿靜的 約 五位 六位 感谢观看